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还未到来 却已经硝烟四起 目前表态参选的人数已经爆棚 创下近40年来的最高纪录 近期几乎每周都有民主党人宣布参选 当地时间9号 19位民主党籍的参选人齐聚爱奥瓦州 向党内发表尖端演说 对于诸多议题他们都赞同 解决办法就是要击败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 据美国媒体报道 民主党在爱奥瓦州进行的这场活动 是迄今为止2020年总统参选人规模最大的一场聚会 只有四位寻求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参选人缺席 其中包括前副总统拜登 路透社称这场集会 每位参选人有五分钟时间发表演讲 多数参选人在应对气候变化 改善公共教育等问题上一见一致 他们都赞同 解决办法就是击败共和党总统特朗普 爱奥瓦州被认为是领跑美国大选初选的州 民主党党内初选明年二月也将在该州率先开跑 根据爱奥瓦州的最新民调 拜登以24%的支持率领先其他党内总统参选人 其后是现任参议员桑德斯的16% 而拜登缺席此次演说 也使得他受到在场几名竞争对手的含蓄批评 桑德斯称 我知道有一些出于善意的民主党人和参选人认为 最好的前进方向是中间路线 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糟糕的公共政策 而且是失败的政治策略 我担心这会帮助特朗普连任 而据法新社报道 民主党人9号当天 还抨击了特朗普通过威胁征收惩罚性关税 以迫使墨西哥在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上 做出让步的策略 称特朗普不顾后果的损害美国 与一个重要盟友和贸易伙伴的关系 另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民主党人还将目光瞄准了特朗普 涉嫌妨碍司法这一点 并一直推动弹劾特朗普的程序 10号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就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举行听证会 12号 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将审议俄罗斯 涉嫌干预美国大选问题 对于民主党人的步步紧逼 特朗普将自己与前总统尼克松做比较